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2日 这是第二场播报点评节目 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海内外的重要新闻 刚才已经讲到了 中共国这一次人们都期待 它在和菲律宾角力当中能够亮拳头 也就是第一次你来给这个人也就要补给 是打发射了水炮 然后菲律宾回去之后就开始做第二次准备 美国澳大利亚都出现了非常强硬的态度声音 澳大利亚部署其最大的军舰坎培拉号参与菲律宾演习 法国航今天报道的 法新社从坎培拉号重巡洋舰上面报道 澳大利亚最大的军舰坎培拉号 8月21号星期一和菲律宾和美国一起 三个国家亮拳头 在有争议的南海海域进行联合演习 面对日益增强的中国军事存在 它就是针对这一次 它对菲律宾的一种恐吓威胁 对吧 所以澳大利亚是战头牌非常有意思 上述国家寻求加强他们之间的防务关系 亮拳头给中共看 中国正在部署数百艘海警船 海军舰艇和其他船在用争议的南海海域珊瑚礁 进行巡逻 并把海上的这个礁石军事化 尽管国际裁定 认为中国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但中国生成这些海域集固全部属于中国 拥有主权 人家澳大利亚也不承认 日本肯定更不承认了 是吧 这个美国更不用讲了 澳大利亚这次动作挺大 说坎培拉重巡洋界 是参与此次菲律宾海浪演习的 菲律宾海浪演习的几手舰艇之一 这一演习是在一次澳大利亚年度 印太奋进演习的框架下举行 是另外将有2000多名澳大利亚和菲律宾 士兵参加14号到31号之间进行的 空中海上陆地演习 大约是150名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参与的演习 也就将来参战至海军陆战队 战头牌 是不是 看来中共国不敢打吧 老实了 是吧 但是为了修复肌肉 吓不吓我国际社会 其实今天是引狼入室了 我得上一讲才能讲到 据俄罗斯卫星社今天8月21号报道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 编队在太平洋进行三周多的联合巡逻以后 8月21号干脆驶入了中广东省 山东省青岛军港 这个虽然青岛军港呢 那是非常敏感了 进自己的家里了 首先驶入的是叫潘吉列耶夫海军上舰号 随后是特里布茨海军上舰号 然后是俄联邦英雄叫阿尔达尔号 你看全方位合作了 就中俄合作无上限 没有别的选择 直接倒架俄罗斯了 俄太平洋舰队 滨海多兵种 兵力区舰队司令 瓦列里卡扎科夫海军少将讲 今天我们完成了由俄罗斯海军和中国海军 舰队组成的联合巡逻 在联合巡逻过程当中 双方进行了指挥、控制、侦察以及其他实战训练活动 双方表现出很高的成绩、复杂、环境作战能力 以及很高的海上素质 这是自己吹牛皮啊 这是疯狂王的报道 据称因为演习和巡逻每年都进行 这已经成为良好的惯例了 协作水平和海上素质终点提高 是令人欣慰的是 双方海军已经非常默契了 因为你打仗之前 你的磨合磨合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今天很大的新闻 就是现在这世界零了两极了 以美国为首的是吧 自由世界的战争一个方块队 以威权统治中共 战争一个方块队 中共很可怜 现在唯一的合作伙伴就是被打的 是现在泄露了战争 丢回卸甲的俄罗斯 看见没有 他们坚定在青岛斗争期间是8月24号 还有安排了文化娱乐活动 因为那些士兵都很寂寞 他上岸就玩一玩 对不对 灯红酒粒玩一玩 包括参加当地的博馆 查拉科夫将访问青岛期间 俄罗斯海军人员有机会参观这里的名声 你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双方角力加剧了 这里也介绍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月7号报道 俄罗斯和中国海军组成一支联合舰艇编队 近日曾在美国阿拉斯加海岸附近巡逻 不仅在这巡逻 还在美国附近 逗其人家 美国专家称 在曾接近美国海岸的持人舰队当中 这次的规模看起来是最大的 据美国官员讲 既有11艘俄罗斯和中国的舰艇 曾在阿留申群岛附近进行航行 这些中俄船只并没有进入美国领海 他进入美国那边 美国这里就哄他了 因为观察毛病 但是美国正在观察 说在此事件 美国马上派出四艘驱逐舰和P-8 叫海上巡逻机进行监控跟踪 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舰艇进行演习 包括进行什么通讯训练 直升机在对方舰船甲板上起降 以及白令海峡西部开展联合反潜演习 他们在演习当中还发现摩逆了摧毁的一个摩逆的目标 摩逆的目标 就是美国吧 对不对 疯狂网介绍讲 俄罗斯国防部部中将 自联合巡航开舍以来 相关军舰航行的多少 2300海里 包括在日本海和俄祸赤河海的行动 把日本当上了假想题了 但是中共故意声称 说我们这次演习不是针对第三方 与当前的国际地区行使无关 此地为三百两 隔壁压山不成头 就这个意思 可见双方角力非常厉害 就在这个时候大料来了 中共过战争还没打 核鲜井前面沉没了 这个事可是靠谱 今天是不仅是美国的一个新闻来源 而且国内现在已经基本上证实了 国内知名脸书军事粉钻 就是叫台湾 ADIZ少早发了两篇文字 表示如果是真的 台湾海峡应该比较容易打捞吧 台湾海峡比较浅 即船中共093级核舰艇 在台海发生事故了 请手上有无线电机的 可以收听一下 406 叫MHZ 看看有没有收到了信号 等等等等 告诉小编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人 前海军舰艇舰长叫张静 少早前在脸书上做了观察分析 只是万维网今天 才报道了非常大的一个消息 出事了 战争还没打就出事了 第一不论帖文者所获资讯来源为何 其必然源自潜艇上 服后造人目似不寻常的迹象 就是说你这个是核鲜井在水底下 你要出事 你得看到他水面上 毕竟还是有迹 注射马迹 或者是透过对外发送通讯信文 招致接收 并且破了密码 他肯定要困在里面 他在求救 对不对 你像那个旅程海军基地 不都有吗 很多了 还有这个葫芦岛 辽地产葫芦岛 核鲜井基地 是吧 那个基地的部队很腐败 部队还和民营企业家 要人给买了12台车 是不是 那个老板不就是搞这个船 船务的是老板 是吧 不下去讲了 其实我也知道很多事 不好合适也是 咱就不去讲了 咱们是一个靠谱的自卑铁 这是有新闻来源的 二 如何判断 师傅确有歧视 从国军 共军 以及美军 甚至是日本海上自卑内 所下海空兵力动态 师傅向台湾周边海域特定地点 机动接近 不论是查证 监控还是事源 总而言之 不会毫无反应 第三 假如确有歧视 必然最后会有 会在媒体扑过 各国军事系统都会爆料 他说五人拭目以待 就现在这个事还没成功证实 但是我认为恐怕是有 据了解解放军 093型核潜艇 是2007年复役 就婚姻时代就复役了 目前九艘核潜艇 核潜艇就吓人藏在水里面 他发核弹 你看不着 射了一声前来一口才看的 是不是 但是美国还是有些办法 水底的侦探系统 你看 他说 这个核潜艇 093型核潜艇 配备6具 533和650 这个叫鱼雷发射管 咱们不太懂这技术俗语 可以发射 摩制或自制的陷导 升导 尾流引导鱼雷 也可以协列水雷 这个其实我有便利条件 了解这好多 我认识一些人员都和这有关系 我只是不愿意详细才讲 这些事就是说怎么好 保护个人隐私吧 咱们就是做这么个平台下聊一聊 也不想太连累一些人 这篇文章讲 一个月前 船有澎湖渔民在日斗雨西北六十海里处 目击了解放军 039型常规动力攻击潜艇 以及浮航方式往南海方向移动 至于此次传闻是否为真 台湾表示目前没有获得相关资讯 看得都知道了 只是人现在不愿报道而已 我们等一等 过一会儿也可能就开始报道了 那么今天有更多的消息可以提供大家 回到刚才你讲完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澳大利亚这次动作非常大 所以没想到以前澳大利亚是 比如中共给整的时候 中共抓了民主小贩洋红军 还有成蕾和澳大利亚角力 还不买澳大利亚的龙虾煤折腾的 鸡飞龙跳的 澳大利亚还派政要到中国去访问 好像是的 你看澳大利亚今天很强硬 看坎佩拉号 为什么这次出现重巡洋舰 就是因为中国正在部署数百艘海警船 海军舰艇 在有争议的南海岛礁 这个叫水域啊 珊瑚礁附近 搞这个岛礁军事化 所以人家这次战争来的动作了 坎佩拉号纵旋舰是参加此次 菲律宾海军演习当中的一架 一艘 另外还有这个 两千多名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士兵 参加了14号 14号进行的一个立体的 空中海中陆地的演习 这都是大战前的准备 澳大利亚驻马尼拉大使刘海精 在塔鲁皮桃角机场发表演讲 说像菲律宾一样 澳大利亚希望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 并尊重主权 受到以规则为基础秩序的质疑 意思是你中共赶紧挑选 我们这就开干 西平一看 别打千万别打 咱们打不过 张佑霞这都老实了 所以和他们就得比这个实力 不见惯才不能为 这篇文章讲 法广的文章报道介绍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本周将在菲律宾外海举行联合军演 在军演之前8月5号 菲律宾的拿撒群岛人海郊 为坐滩的飞方马德雷山脉号登陆舰 补给受到中国的海警船 发射水泡的阻招 引发外交冲突 并在国际上引发了分慨 你看中共退缩了吧 而且今天中共最滑稽可笑的 中共竟然还说 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我们向坐滩的军舰运送了食品 把食品主动送给人家了 习近平用大傻笔 来别打仗 来来来来 有吃有喝有玩有乐 水泡变成口泡 我原来以为是水泡变石泡 就有意思了 这是疯狂网新华社今天都报道了 一看 这证明说习近平现在不敢打 那么美国这一方面 刚才讲了一半 美国资源报道 就派那个雷伦多来了 老拜登确实挺狡猾 说上个月尽管有报道 讲中国黑客入区的美国商务部电子邮件 你看多大的事 但是商务部雷伦多又来了 商务部的一份声明讲 雷伦多将在8月27号到30号 今天是几号 22号 要访问上海了 北京上海 他期待进行建设性的讨论 那个大国之交 就是比的圈子 我揍你了 别别打我服了 我服了 好咱咱咱谈谈生意 来了 这还有意思 老美给中共整的够惨 这份声明讲 有关会晤 涉及美中商业关系 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 以及两国可能的合作领域 你看中国现在像不像清朝末期 光绪 此一代后的时候 也是 不开国门 牛 最后怎么样 只好打开国门 这篇文章介绍 雷蒙德最近表示 他想就中国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方式 对他们不尊重知识产权 向中国提出真正严重的关切 但也试图寻找商业途径解决 上个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 叶伦对中国进行未提四天的访问 叶伦在北京和中国高级官员 谈了十多个小时 说美国和中国本月同意批准两艘航空公司的民航班级 这个数量翻倍 现在这个航班组维自己呼呼着飞 习近平还挖了 马上赶快 说有些人趁这个机会都跑出来了 把房子卖 那是对的 因为现在行事越来越糟 习近平现在就像出羊口风一样 一块这样一块那样 你要打就就赶快打呀 不敢打是吧 不敢打天天斗气人家 搞得也是鸡飞骨跳的 人也不知道找不到北 所以这个老张爆料讲说 习近平在北戴河被气得癫狂 说是精神病的医生都分析说 习近平的精神不正确 他也许是真的 是吧 这个文章还有意思啊 中国在华州邓的大使 早些时候表示 确立网络工具的原因很复杂 并告诉在即 不要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和指控 说雷蒙德齐悦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寻求 出台有谨慎 针对性的对华出国管制 就老拜登现在是两手 一手硬一手远 我觉得习近平让老拜登 知的是老老实实 还是老拜登能知习近平 这个川普我估计都是刀子嘴豆腐鞋 你看川普那些政府说要到台湾访问了 飞机还折返了 要到台湾了 中国一吓唬他回了 那不行 老拜登这个厉害是吧 做事你得看人行动啊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怎么讲 中国在华盛顿的大使馆 早些时候表示啊 说是确定网络攻击的来源很复杂 并告诉外界 不要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指控 雷蒙德齐悦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寻求出台 有谨慎针对性的对华管制 他对华的管制是限制 主要限制什么呢 芯片高科技 这个主要是在人工智能啊 在这些量子技术 就在这些领域的限制造工 那现在还没彻底翻脸 没脱入锻炼 你等彻底脱入锻炼以后 人民币和美元的比资 就一落千丈了 房地产就一贬利钱不值了 到时候这房子啊 人就开始慌慌不安往下跑了 现在还没到这时候 你看这形势不就这样 这个菲律宾这场的争斗 他已经认输了 跪在地给磕头别打了啊 我还给你送补给啊 他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你看他就是这样啊 清零不动摇 不走样 间接不能改变 马上解封了 收放自如 又开始了 就搞这套东西啊 那么美国最近介绍 雷蒙德却表示啊 这个拜登政府正在寻求出口 有谨慎的对华限制 就华尔街对大老板们 很多人还是想在中国赚钱 中国市场大呀 赚钱好赚是吧 所以雷蒙德今年5月 会见了中国商务 主管王文涛 讨论了贸易投资出口管制 出口政策 这是几个月以来 美中首次内科技交流 此前呢 一系列与贸易和国家安全有关的 纷争 破坏了美中两国 重新接触的计划 今天4月份 雷蒙德警告奖 中国云计算公司可能构重威胁 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希望 他将这些中国公司列入 美国对外国公司的这个 实施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 这是美国资金今天非常重要一篇文章 给大家介绍完了 是吧 我们再来回到刚才上一场没有讲完的 我这也成了张辉小说了 一集接着一集 可以这样讲 都给你们带着意外的惊喜 这江西啊 现在内度非常激烈啊 习近平的思路你可以看 他就是什么呢 因为他低能能力太差 他赶不上人家这江派胡派这一人 他生怕别人卷土从来 他就采取什么办法呢 哄一哄对立派 一个对立派找一个大佬 江派找这个韩正 是不是啊 让你当副主席 偶尔让你出人露露面 别闹别闹哈 你看你们这人马还有啊 胡春花也是啊 在政协做头牌的时候 然后把底下的人 就底下支支茅茅啊 私党全部抓起了送到监狱 让你行不成气候 还说我是习老大 我在地能 我在老当领导啊 这叫华哈 所以人家这些嫡系们 在江西孟建柱的 曾庆红的嫡系 开始故意买他习近平 好 上一场讲到就是江西省出版社出的事儿 现在有意思 有一封来信写给万维网 他说在举国上下坚定践行 两个维护了今天 这种亵渎领袖的行为 伤害了余都人民的感情 低估了革命老区人民的政治三立 在余都县师生广大家长中 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其实谁是大回事 是吧 说来信担心呢 作为该书作为三万名 名小学生的教材 他编的教材就是吸脑胃的儿子 因为他那个如意算盘 他干着失眠得罪人太多了 只有他儿子杀了才能够清算的 在随上都得抓他 我跟你讲 所以他处境很危险 你包括有些在深圳卖房子的 还希望房价再升 也有种可能就是房价还能再回来 那就是什么 政变兵变 突然间有人给他抓了是吧 要当兵把他抓回去就完了 一抓就像1976年改革开放一样 抓了抓了 习近平抓了 老百姓蹦高跳 说敲锣了大股 摘锅摘我 哎呀总算抓了 庆夫不死 路难未遇 总算抓了 房价又上来了 说完全有什么可能性啊 你们准备好你们的心脏 这是不是南非说不定就回不来了 说南非南非很南非呀 去不过挺顺利 不过你看那机场欢迎的那些老黑 乌尔教啊 你老娘们唱那些歌就像那哭去 他却挺美 似乎是不祥子招啊 真的不祥子招 我们来看回到这篇文章啊 不给你们调侃了 说来信担心啊 说是三万名小学生一旦错误认知被灌输进去 在社会效益方面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就是因为他和烈士们对话 和幽灵对话 来信者提出出版管理条例26条规定 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 不得还有诱发未成年人违反 这个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和违法犯罪行为内容 不得还有恐怖残暴等妨碍 未成年实行健康的内容 说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对于渡县三万未成年儿童的心灵造成了妨碍 上纲上线 无限的上纲上线 文化大文明不就这样 动不动就抓人了 这些不去讲的非常滑稽可笑 说是江西出版社的中文传媒负责人叫赵东亮 叫吴迪 不履行监管指责 明知文艺出版社违反出版管理条例 中国共产党激励出版条例 不予查处 无信跟对此长期壮壮作响 包庇隐瞒 你看马上又要抓人 他就找这么个事 然后把孟建柱 曾庆红的支持者又抓了一批 完了 这几个人就完蛋了 你看 这说明什么 内度非常激烈 这么讲 这封信发给万维网 其实就是嘲讽戏评评 逗戏评评玩 谁都想逗他玩一玩 这非常有意思 这是今天很重要的一篇文章 大事又来了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真是大家都知道 非常有名的一个推特媒体 他披露了 8月21号晚上 河南省洛阳 王城桥下坊 就在河南洛阳 王城桥 有个桥下边 市民偶遇事故处置现场 那里发生事故了 但这事故很可疑 你看 现场工作人员 就穿着什么 全封闭的热辐射防护服 给大家看一看 不是我造谣 这是往推特上报道的 我从来不编造故事 看就这个 看见没有 这是在河南省李克强的老巢 出现了大事了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咱们不知道 这不像你说是新冠 不是新冠 现在国内据说是二阳三阳的很多 到底什么原因不知道 穿这种防护服 那就这里出了什么大事 到底什么事不知道 反正是在李克强的老巢 我们再来看看 中共国现在习近平 我跟你讲 野心非常狂妄 我想的什么事 特别宏大 又百不平事 你看 乌图社报道 中美洲议会 周一投票决定 还有中美洲议会 在台湾成为常驻观察员 二十多年以后 以前中美洲议会当中 台湾是观察员 二十年多以后 取消它资格了 取代资是中国 你看中国外交部 现在每天都在拓展自己的版图 宏都拉斯现在不是离台 投共了吗 习近平高兴 说因为北京在拉美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 使得台北日益变圆化 经济增长力什么意思 习近平把钱全都给了这些 其他国家了 就将钱就要拼走了 就等于在黑非洲 还有其他拉在美洲 很多国家知道他这个人虚弱 只要你哄一哄他 导向他 他就把钱给你了 他不管了 北京死活 所以路透社报道 这个被称立中美洲议会的六国议会 就六个国家 在尼加拉瓜首都马拉瓜举行会议 尼国议员提议将中国取代了台湾 中国拉起来 台湾赶出去了 军营这个时候 要给人家六个国家钱的 老了钱的我问一下 这真是吃里巴外 舍尽求远 因为中国声称民主台湾是自己的领土 在一份声明当中 中美洲议会 引用了联合国1971年 将台湾驱逐联合国的决定 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失去独立国家参与的资格 这个消息今天新华社也报道了 中共乐坏了 这才显得习近平成就 是吧 越来越多越好 他都养着 在一份声明当中 中美洲议会引用了联合国的声明 说台湾外交部周二严正表示 台湾还生气蹦高跳 尼加拉瓜党派及部分亲中议员 就中国现在统战挺厉害 在那个小国到处送钱送物吧 这个亲中的议员 亡从中国排除台湾的阴谋 罔顾台湾对中美洲议会 及中美洲区域统合与发展的长期贡献 不惜分化议会内部 团结及破坏中美洲地区民主和谐 执意推动中美洲议员通过极具争议的排台 排台纳宗法案凸显出中国畜行几率 破坏中美洲民主及区域扩张的业性 其实让台湾在里面就是个观察员 对不对 那是完全可以的 他给他赶出去 因此为了维护国家尊严 台湾决定立即退出中美洲议会 台湾也得要面子 我是退出去了 时间已经给你排出去了 你得承认 台湾外交部重申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和中华人民国国互不理事 这是事实 也是现状 对中国不断以各种手段打压台湾 国际参与的空间 企图公然干预台湾民主选举进程 不仅无法获得国际社会认同 也将更加坚定台湾积极开展 开拓国际空间的决心 就是蔡英文这些政府 总体上来讲还是在开拓 但是在有些领域里 你斗不过中共 因为他钱多呀 他是专制独裁统治 一句话就行了 你台湾蔡英文就想给人钱 也没用 蔡英文说了不算 路透社报道 随着中美洲议员成员国 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 宏都拉斯 巴拿马 多米尼共和国与台湾结交 北京扩大了在中美洲的影响力 确实他给他全都拉走了 也就他养着呗 实际这个习近平超傻 你养这么多国家 你不就没有钱 帮助自己老百姓了吗 后院不就着火了吗 所以我说他为什么有可能成为 齐奥塞斯库 真的现在反戴人太多了 这篇文章讲的说 对华政策跨国联盟 21号发表声明 中美洲议会 旨在提成扩大区域国家合作 促进区域人民的福祉和民主团结 这个目标 唯有台湾参与才会成果封锁 而且随着台湾在国际机构 谈判桌上变得比以往重要 拒绝台湾是倒退 中美洲议会恐怕变得更糟 同一天领导美国参与西半球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凯恩和共和党参议员努比奥 谴责这是投标 美国也不高挑 因为美国肯定支持台湾了 大嘴杖 路透社援引参议院的一份声明中说 自99年以来 台湾就作为中美洲议会的常驻的观察员 他就是一个观察员嘛 中国的心情太狭窄了 实际他当观察员 这不挺好吗 对不对 就是这个两爱一家亲停留在嘴面上啊 一般越是这种独裁者越在乎面子这事 说一直是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鼓励我们西半球的善政和经济发展 另一个参与员叫卡西迪 也说呢 中美中议会的决定违背其区域带来民主和平的能力 这不是对美国友好国家应该走的方向 说目前呢 中美的贝里斯和南美的巴拉圭和台湾能有邦交关系 就生了贝里斯和巴拉圭的 要求我的观点 你都让给他 都让他养了 是吧 等中共垮台了以后就完蛋了 他国内老百姓造反 他垮台了不就世界就变了吗 是吧 但美国观念担忧 巴拉圭可能是美洲下一个导向中国建交的国家 他只要给钱就行 因为那些小国特别穷 你说哪个国家不是很聪明 你能给我钱养着我 我又不用干什么 每天有医疗保险 劳动保险 据说 中共现在把菲律宾的所有的孩子的上学问题全解决了 你看昨天一个报道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不是菲律宾 就是缅甸 缅甸小孩上学什么 什么学费 什么这个费那个费 中国全给他报 哎好 最后你给全世界都报 他唯一的不管什么卓州霸州老百姓 不管自己国家吧 低层老百姓 这确实是可悲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所以他在北战河上患病这个事 如果是真的 他用到不太正常的心理 是不是这种人 就是滑稽可笑 其实现在这个时候他不应该到到金钻 不应该到金钻国家开会 就像俄罗斯一样 就拿视频连线讲解就完了 赶快到卓州霸州 告贝列去看看老百姓 恢复重建 把支持这个这些中美中国家的钱拿回来 撤回来 一带一路撤回来 帮助每一个卓州的老百姓霸州老百姓 既然是凶案一案了 都搬到凶案去 政府给你们钱安置 一个人罚100万 一家罚100万 然后给个新房子 产权都是你们的 你凶案应该给呢 你控房子留着干嘛 这还带动凶案发展的时候 他不给 你看 就习近平这个脑袋 我绝对我发现 事实性是有点不太正常 怪不得这次去南非带了一批医生 大约是真的 我们不知道这几天会发生什么事 这篇文章还没有完 还有一两句 中国向委内瑞拉新总统招手 中国还养着委内瑞拉 值得关注的是 还有中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还有一个 唯一的 冷然是承认台湾的维利马拉的动向 上周 刚刚过去的总统选举当中 64岁的中间派 种子运动党 候选人叫阿雷巴洛 意外击败了前第一夫人托瑞斯 当选总统了 也就是欣赏了这个人 一看在中国有钱就可能上了以后就倒向中共了 他说 主张反贪腐赢得年轻人青睐的阿雷巴洛 洛选前表示 他无意改变了台湾的外交关系 但维持 维持与台湾邦交际 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并不冲突 说北京自然希望进一步发展和美务 委内瑞拉的关系 那肯定我为什么说外交部腐败最厉害 比如说外交部驻委内瑞拉肯定有大使馆 马上跑步给信汇报 大哥好事啊 他再汇报给王一 王一六小坊告 大哥好事 什么好事 委内瑞拉再给钱马上就回了 给要多少钱 要五百亿 行 然后回扣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多少钱 说外交部最腐败我就告诉你吧 我讲的没错啊 他们都有小孩儿子 儿子女儿都在海外读书啊 钱直接打出去了 你觉得多少钱 要不这些人忽悠什么东西 他们为什么不能给习近平提议说 你给这个钱 咱们不要为内瑞拉肯定要为他干嘛 就给台湾 他还跟他交往就交往 这个钱接上去 帮帮着州罢州老百姓 没有人给他出了点子 因为你给着州罢州 你外交部这些当官 那有回扣吗 那有考内省吗 他狡猾这些人我给你讲 因为这都是小鱼总 不好擦 服务问题不好擦 他在海外直接转来 你说他为内瑞拉 他给那政要说好了 我给你拉一 倒不能说百分之十 那就太多了 百分之一 万分之一就行了 那多少钱 你想想啊 我钱把你砸 砸完回扣 你直接打我小孩儿账号 我儿子账号 你那账号 海外的房子 呼呼的 加大美国的房子 你去看看 全是中国联买嘛 那钱像水一样漂亮 都哪来的 你说 讲不清楚 是不是 那一个傻瓜 是习近平 哎呀 又给委内瑞拉来了 最好还有 还有哪巴拉圭 最好的巴拉圭 咱们都养了 全都养了 你后院着火了 回不来了 回不来 在非洲待着 南非待着 看南非能不能让你领导南非 到那天人就给你翻脸了 如果国内一定政变 他回不去了 谁都不打理他 拿着钱的人 可以 如同路人 是吧 人的关系多得老远 哎 你你你你 我们不跟你交往 是吧 人都倒向新的这个政府了 是不是啊 新的政府到那天 有可能是大总统 是魏京生也收的 完全可能啊 王炳章也可能 是吧 徐自勇啊 这个都 就可能 秦永敏都有可能 啊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最后怎么讲的 主张反贪腐的 赢得年轻人 青睐的叫 阿雷巴鲁 阿雷巴鲁啊 就人那个地方 也是民主选举 说北京自然希望 进一步发展 和马尼拉的外交关系 对此呢 外交部发言 王炳兵乐坏了 说委内瑞拉各界人士 在接受采访时 纷纷表达 期待和中国建交 这些人都得等着分钱 哎呀 我给你说心里话 他们要整这么一个大生意 你以为就是一个人呢 王一王一伙人 是不是啊 青杠有青杠的一伙人 他们为什么整青杠 因为青杠 给我感觉他刚上来 他没有太比较连结 就是和小天俩搞一搞搞一搞搞一往 很难欢呼 女爱 是吧 这也没什么了 关键是整数 整数美国籍的中美合资企业 这不太好 中美合资企业不太好 是吧 小孩麻烦了 是另一方面 台湾外交部发出呢 圣选作合 说北京表示啊 这个阿雷巴洛总统在94年担任维尼里拉外交部长 次长期间访问台湾 对台湾 合作能够持续深化 王毅一看 钱没挣到 外交部的人 回馆没拿到 还有下一次 外交领域的腐败 习近平睁着眼闭着眼 是吧 习近平不就这样吗 你顺从哥们 你贪腐不要 这叫热爱生活 你要他反对我 撞 是吧 下一场再和大家谈论更多的消息和评论 谢谢